还没讲武器之前呢 我要跟你讲 魔鬼的战场在那里 很重要 如果你不明白呢 你常常都是被魔鬼来利用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 哥林多后书第十章第三节到第五节 2.Colington 10.3-5 他这样讲 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 却不凭着血气战争 第四节 我们战争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 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 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 将各样计谋 各样拦阻人 认识神的那些至高知识 一概攻破了 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 使他们都顺服基督 从这里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两个事实 兄弟妹 第一我们应该用武器来战争 不要空手去跟魔鬼打战 你肯定输的 你一定要有武器 第二呢 你必须要了解你的战场在那里 一个打战的士兵 如果你不要战场在那里 你就糟糕了 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呢 请问战场 战场在那里 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 原来啊 战场就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我们常常啊 魔鬼放很多的建议 放很多的想法 放很多的那些思想 然后你去 你去享受他 你去接受他 你去接纳他 你就死翘翘了 因为你就吸收 你可能今天来到教会很开心的 哈利路亚 很高兴进来 可是你看到 你看到Joanne 她没有跟你笑 你心里面 魔鬼就放一个思想给你 她生气你了 她看你不顺眼了 哇 你就 不然间你很高兴的 你很开心的 不然间你的脸就变起来了 可能是 他应该不高兴我 你接受这个思想的时候呢 你就给魔鬼打败仗 可能你今天来到 很开心的回到家 哇 你做工很累了 要回到家 你很开心的冲凉 可是你进到房间 你进到厕所的时候 冲凉房的时候 哎呀 你看到 昨天的衣服还没有洗 哇 你的火就从里面 冲到上去了 我昨天交代我妹妹洗衣服 为什么她今天还没有洗 真是懒惰 好 你很生气了 可是你要开水冲凉的时候 又遇到喉咙没有水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还水费 水费 啊 水喉没有水 谢谢你们帮我讲道 谢谢 水喉又没有水 然后一开 哎呀 我妹妹上个月 上两个星期我交代她 还水费 她没有还 害我今天没有冲凉 哇 你就好像疯人这样 在厕所里面打砰 大发雷听 你就输了 你给魔鬼 流地步 你给魔鬼打败 看到没有 所有的事情发生 在你的生活当中 不是偶然的 它跟属灵的境界有关系 所有的战争 所有的冲突 所有的不和谐 在你生命当中 这跟魔鬼 在你生命当中 这跟魔鬼 放很多的 寂寞 是有关系的 所以呢